哈喽朋友们好 我在泰国的巴提亚 发表一点我对最近的肺炎疫情的一些想法 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些东西 然后很多紧急的救援措施什么的 我现在也做不了 就算我想在泰国买一点口罩 我也发现我住的周围很多药店也好 还有便利店的口罩都基本上卖光了 我说一点我觉得值得一讲的事情 但是可能不是说眼下马上就一定是什么紧急措施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历来在一些紧急问题上 就是都倾向于用这种 我觉得这些不太好的 用一种不太好的方式去面对它 就是总要有一个像遮羞布一样的东西 你先遮遮掩掩 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风波过去了 那么就可能还好 没有事情 但是到这个风波没有 最终很严重 不能再隐瞒的情况下 然后才会被爆出来 然后整个过程耽误了 这样耽误了很多宝贵的一些抢救 补救的一些时间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 就很多很多时候你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还有我觉得一些组织里面 一些系统里面处理一些负面情况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倾向于不能够去面对那个事实 不能够去面对那个真相 往往把面子什么 面子啊 这些东西 就看得非常重要 摆到了一个过于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哪怕面对的非常严重的情况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 我觉得我们生活这个环境里非常恶毒 非常非常有毒的一种一种习气吧 一种习气 这个时候呢 而且经常会有一些 我认为是一些 你说他叫帮凶也好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 有一些人会认为啊 如果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情况爆出来了 大家的心里会承受不了 然后会引起恐慌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你不能单看这一面 确确实实有一些情况呢 如果大家大面积的 就是大家情绪反应过度呢 会造成一些混乱 这个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你不能只因为这一点 就一贯的用这种 能瞒就瞒的这种态度 来处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群众 这个东西就像 我觉得我想到一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 那可能他们就会 比如说经常去演练这种 有地震的这种演练 就在小学校呀 包括四川应该也会有这种 也这种这种措施 对吧 因为多地震带嘛 然后会经常组织小学生去演练 就是地震演练 这个警铃响起的时候 大家应该怎么样疏散 应该怎么怎么样反应啊 就跑到哪里啊 统一有序啊 这样就老师带领啊 或者怎么 他会有一些 你事先的准备工作 对吧 所以说其实 我就作为 管理群体的话 作为管理者的话 如果你不希望以后再出现这种的 这种比如说群体的恐慌啊 群体的反应过度 那么你在平时的时候 你就要组织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 就大概对大众有一个心理辅导 对吧 有一个一些演练的一些过程 有些能够提前做一些预防 我们之前经历过SARS 对不对 其实你不能说一出现问题了 就先把问题摁着 然后你说 然后去说大众这个心理太脆弱了 承受不了一些什么 比如说爆炸性的新闻 怕引起混乱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做法 都是一个 再给这种行为做开脱 再找借口 你这个事情做错了 就是错了 如果说 如果说你发现这次这个情况 你不得不隐瞒 那你也要承认 这是你之前工作的实质 你之前没有做好这种预测 你没有组织 就没有给 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打这种预防针 对吧 你没有组织过 你没有让大家有这种心理预期 那么所以在这种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有的时候 不得不去延迟这个信息 那么这就是一种错误 为什么不先承认错误呢 还有就是错误出现以后吧 就是我觉得 一个就是说之前的这个延误嘛 难报对吧 在有这个错误出现之后 大家能不能更多的去正面 面对这个错误 以前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 我觉得我们经常可能会在一些其他的新闻看到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群集性的一些大事啊 或者一些出现一些损害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有的时候会国家会降半旗啊 会怎么样会集体默哀啊 我觉得像武汉出现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 从上到下吧 从上到下 所有从管理者到人民群众嘛 都应该统一给他 给出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 是吧 该悲哀的时候就悲哀 该为他默哀的时候就默哀 这个就就好像 你去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 你是个 你是个这个大家庭的父亲也好 母亲也好 你家里比如说有十几个孩子 突然有有有有那么 其中有那么老几啊 不知道 那么他家里出现瘟疫了 这个瘟疫 而且在还在向外面扩散 还很危险 直接就会威接到你整个大家族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就算在过年也好 你就算过什么样的节日也好 你是不是大家应该正面来面对这个问题呢 对不对 我觉得简简简简简单单的去提一下 我觉得这是不够的 你可能在媒体中简单提了一下 在在联欢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正面的面态度 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中国人没有那么的玻璃性 我觉得 那些那些担心恐慌之类的那种那种声音 它是有它的合理性在 但是这种东西 这种声音不应该成为唯一的主流 我们最重要的态度 应该是正确的正面的去面对这些 出现的恐慌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正确的态度 小到个人大到一个国家 我觉得都应该展示出这种能力 和这种气魄 这种勇气 这样 我们才会更有凝聚力 我们才会 有更大的胜算 去控制好 去控制好整个的情况 去做到最小的上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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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